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将来会有用 80后手机摄影师 数字设备杂乱无章 会有很多摄影的设备 然后会发现 有个东西忘带了 就会给拍摄带来很多困扰 整理师是否能帮他们 重塑秩序的生活 家是一面镜子 一个人的家有多乱 代表着他的心有多乱 七年前我们家里很乱 我整个人也很迷茫 混乱逼着我开始改变 我感受到了整理的力量 它真的可以让人放下 对过去的执念和对未来的恐惧 每天保持在喜悦中 这个世界上被乱困扰的人 不止我一个 能拯救我的 一定可以拯救别人 所以我选择当一名整理师 这是我的第256次上门整理 女客户的家里三代同堂 她的母亲平时很爱大量攒东西 母女俩因为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要不要扔产生了一些小摩擦 再加上家里物品特别多 靠她自己整理 工作量和难度太大了 所以向我们进行了求助 它们都是 还是得淘汰一些 这个都砸 这里面还有蜘蛛 蜘蛛那个什么 有时候一割就割一年没用 它就容易长出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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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一型的东西 感觉时间也基本长了 对 这吸管 应该已经都不能用了 可能到时候是 把它们做点减碗吧 就您家的这个厨房 现在之所以就显得 就是稍微的 有一点这种杂乱 一个是物品的四散 就是到处都有同类型的东西 它没有特集中 收纳工具 这块的话 就它品质感 很不想好 就是咱们完全是可以提升 一下生活的一个质量的嘛 看看有没有其他托盘什么的 进行替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品 有可能已经都过期了 我们一会儿要看一下 来分类的时候 有些过期的东西 就建议淘汰了 老师一来就肯定不要了 我这个家呢 我们搬到这儿 还有十年之久了 整个的这个 因为房间比较大嘛 所以呢 平常有点什么东西 放哪儿都不险 但是呢 十年下来以后 就是只进不出 所以慢慢的这个房间 就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再加上自己呢 也不像以前 那么能够说 有精力去打扫 去整理 屋里头乱的程度 就越来越大 自己也感觉到 一进屋 怎么那么不舒服 他们家厨房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能看到在他们家庭当中 已经有十来年的时间 只进不出 虽然空间大 但是由于不断地囤积 不愿地堆积 最终有一天 家里面的留班 已经特别少了 一进门 就是扑面来 全部都是物品 在这种环境当中 人会觉得无法思考 他们就好像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总是在找东西 但是又没有什么 太多的效率 这只提案 公主带来的 这边是空的瓶子 过期的调料 可以放在这边 行 你可以分个内 还有呢 嗯 自己也觉得应该 好好的整理整理了 但是对于那个断水离 对于我们这个年代人 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从解放前到现在 这七十多年经历过苦难的时候 也经过了比较艰苦的时候 生活上各方面都不断地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些旧物对于我们来讲 他都寄托了无限的那种情思 拿到哪个东西都觉得舍不得 再加上后来生活越来越好 买来的东西包装也好 是瓶瓶罐罐也好 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挺漂亮 觉得这个可能将来会有用 今天有用或者明天有用 或者后天能够用 得 留着吧 就这样流来流去 阿姨您看您那个空瓶 装好干货的咱们是不是留就现在能用的 其他这些空的就可以先让它们 行行行好 慢慢带下来 好 3 4 4 5 5 这是什么呀 这是糖 看过期了 14年的 这14年的 肯定过期了 对过期了 再看了18个月的有效期 就这几个塑料的都可以 好 老阿姨在厨房那么小的空间里面 居然囤了六七十个空瓶子 这空瓶子呢 他会觉得如果扔掉是很浪费的 把它们留下 万一哪天还能泡个糖蒜 或者是放一些杂粮等等 我的父母他们也特别害怕浪费 亲戚家要卖房子 他们会大老远骑着自行车 把亲戚家不要的 可能就要扔掉的一些床头柜什么的 给拖回到我的房间 然后想让我用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觉得才是不浪费的 房间里面最高峰的时候 真的是有七个桌的八个凳子 我一个人需要用这么多 闲置物品干什么呢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 你想拥有这件物品 那你就使用 但是不要占据别人的空间 人和人之间的空间 是需要有界限感的 不可以混在来一起 否则的话就会影响 对方的感受和体验 我们家现在是租房子住 好多家具都是房东留在那儿 给我们用的 我们没有家具 虽然有房东留的冰箱 但我们不用冰箱 我们就不使用 就空着 也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食物都是买最新鲜的 买完之后 就做完这一天的饭就可以了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越少 整个人越轻松 长豆还留 这这上面都是虫子 您别留了 这这样的不用再看了 一看又开始了 这个 这个什么呀 你喜欢什么的 这都是虫子 那瓶也是 那瓶也是 这两瓶 这两瓶都有虫子 这个去年的过期了 反正这个是今年月份 她是说已经过期了 她还要不要 这东国外买 就是过期 当妈妈的 总觉得有孩子在外的那么辛苦 老想着孩子们都经常会 所以想吃这想吃那的 那个东西都储存的多一点 随时用就能随时拿出来 所以也是造成了极大浪费 犯罪这是 这个 磨儿 这磨儿是什么时候的 大概 磨儿 这磨儿 那个有日子吗 你这还要啊 因为堆的前前后后 很多层 它根本就忘记了 里面还有一些存储的食物 就导致完全没有吃 这一天可能扔了有 两三百斤的东西吧 差不多有两三万的价值 这都没东西了 对 就是 都空了 所以这边 它是一个我们那些 杯子系列的 都往这放了 所有厨房纸就放这边 用完了之后就补充 就它这个 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 顺手 对 特别顺手 这边是特意给您留的一个位置 就是您所有喜欢的罐子 空瓶子 对 空瓶子 现在是 需要用的时候 对 预伤道理 还是 较 空瓶子 让 在 我们 说 我们 在 这是我的第279次上门整理 客户是一位手机摄影师 他有非常多的手机摄影设备 家中到处散落了很多支架 数据线和历代用过的手机 物品的琐碎杂乱程度 已经影响到了他工作的进度和效率 有时候间接产生的负面情绪 也会引起他和妻子之间的小口角 所以向我们寻求的帮助 有的时候会出去外拍 然后会发现有个东西忘带了 就会给拍摄带来很多的困扰 一找东西找不到 我就可能跟老婆说 你不知道东西又放哪了 我找不到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生活中的小争吵 目前我们看到的 你看像这边 这应该是你的工作台 然后工作台上面的物品 是有各种各样的电线 然后进行分类 再看怎么样以最好的收纳方式 把它进行一个日常的这种定位的使用 然后在桌子前面 有一些我看是衣服啊 还有纸箱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动线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日常行进的时候 想要坐到这个椅子 要绕过这么多的物品 所以说这个动线要进行调整 把它能够给它清空出来 咱们整理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就是简化 然后因为呢 有很多的客户都会把他们的东西 就是过去的 一直留到现在 小学的呀 中学大学的东西 然后这种的话 我们把它称为叫活在过去型 然后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可以拿出来我们看看 然后看您怎么样和这些物品 做一些告别 我留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这双袜子 这双袜子是在初一的时候买的 那不是说穿到现在 只是放到现在 因为原来特别喜欢踢足球嘛 就是当时买了一个足球的袜子 所以说后来呢 其实也没穿啊 就是一直放着了 这个袜子放在这里 也从来不会拿出来看 是吧 可能就是收拾东西的时候 突然看着就回忆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下云笔记 然后您可以把它拍得很好看 然后呢 就是您想回忆的时候 随时拿出手机或者电脑 都可以看到这双袜子的照片 这样的话 帮我们释放一些 不必要的这种收纳空间 这些衣服其实根本就不会穿 这是为啥会留着呢 这是2013年亚安地震 然后呢 当时我是去灾区做了志愿者 算是一个工作服吧 然后就一直回来 就留到了现在 看到它 就能想起当初的一段 很珍贵的回忆 那么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穿着点衣服 和一些 比如说当时那种工作人员 一起合影的照片呢 有 有是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留下那些照片 再把它放到云笔记里面 随时可以进行回忆 可以 可以尝试 因为之前没有想过说 把这种拍成照片的这个想法 我现在的职业是做手机摄影 包括手机摄影的培训 和做一些自媒体 因为我所有的工作的 需要的工具 就是手机 对啊 然后呢 怎么说呢 这些手机可能年长都比较长了 是 是我在 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用的一个手机 应该是我买的第一个 就是 算是能拍照的一个手机 这也算是我手机摄影的一个启蒙吧 我们就是大四的时候 就我们都已经就回家了回家 去大实习的实习 然后呢 我们最后回到学校准备拍毕业照的时候 其实呢 就用这个手机 然后呢 拍了一个一个就是集体照 所以说现在呢 我会把一些在特殊时间段内 就是给我留下一些珍规记忆的手机 然后呢 都留下来 有多少个 现在我手里有七个手机 七个 所以说其实手机对我来说 它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历程的记录 包括 我的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时间节点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是绝对不能扔或者送或者卖的 所以说我现在的苦恼 就是怎么把这些东西 更好的留存或者展示 嗯嗯 好 那我们之后的话 就是通过一些 那种沉溺的方法 让他们很美的 能够在你的家庭当中 展现他们的一起 如果没有经过对方 允许和接受的时候 不要轻易扔 因为很可能会影响 这个人之后很长时间的人生 我是属于从小 就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孩子 我的每个周末 几乎全部都是泡在 北京出门的那家 新华书店里面 然后当时是一个 特别喜欢读书 很喜欢沉浸在 知识的世界当中的一个人 但正是因为 我爸爸的一次 错误的决定吧 他趁我不在的时候 把我那一箱子 保存了十来年的书 给卖普拉了 卖两块钱 然后当时就是他这个举动 完全把我内心当中 对知识 对读书 对学习 所有的这些美好的回忆 全部打碎了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 都值不上两块钱 就导致了我后期 30岁之前 15年我都是不再阅读 人和人之间 一定是要借钱感的 一定要多沟通 征求别人许可 你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在别人眼里 可能就是宝藏 后果他拿出了很多 用他那一代一代的手机 所拍摄出来的作品 那那些照片 我能感觉到 他当初都是 带有什么样的 回忆 有开心的 然后有激动的 然后有 对人生第一次体验的时候 那种对生活的希望 那这些东西是不可磨灭的 他不是把它 拿出一个地方展示出来 所以当初就是在书架上 做了一个空间的规划 把一些杂物拿开 就放上他这一系列的 每代手机 在手机后面 就展示出 他这个手机当中的作品 咱们在这两个桌面上 就是您和您太太 一起来使用的 这个两个书桌 咱们这个留白也做出来了 我们的书桌 最好的一个标准 是有86% 这样的话 你直接走到桌的前面 坐下 就可以迅速进入到工作状态 那不会产生什么推升 比较多的这种摄影的 这种支架设备 它是一类 然后用了一个收纳工具 把它们统一放在一起 你的这种电源线耳机 也是属于一类 电子产品 是属于比较多的 这种线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在一类 放在这边 是一个收纳工具 您最珍贵的一些回忆类型 像这些历代的手机 已经把它们都排列在一起了 就特别像一个兄弟联 然后背后的话 是进行了 把作品和这个手机 来进行一种 就对照 所有的这个作品 都是贴在书柜的里面 然后呢 直接我们每次 走到这边来 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手机 然后看到 用手机来创作作品 也能够引发 一个特别好的回忆 然后这边就会变成一个 和回忆相关的一种小角落了 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 很喜欢 整理完之后 跟之前相比 就是不仅仅是规矩了很多 而是让我的心情 变得更加舒畅了 根据使用的用途 归类好了之后 我觉得就是在我 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让我的工作效率 会提高很多 而且呢 生活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你放下的越多 就会收获越多 当你渐渐放下 对物质不必要的执念后 你的思路会变得更清晰 七年前 我被房间里的杂物 团团包围 无法思考 过着深陷低谷 爬不起来的日子 如今 我已经脱胎换骨 活出了心中 想成为的 从容自信的样子 我改善了自我关系 改善了和父母的关系 找到了能发挥 优势的理想事业 找到了拥有爱情的婚姻 整理 帮我重塑的人生 我想持续传递 这份生活智慧 帮更多的人通过整理 找到通往 幸福的路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